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爱心,为什么有人会得老年痴呆? 在我们的大脑中,掌管记忆的核心部位叫海马体,同时它还掌控大脑的空间的定位。 人过50后,海马体体积以每年1%到2%的速度逐渐萎缩。 再加上体内氧化物扩多等因素,会加速其损伤与萎缩。 当海马体萎缩到一定的程度时,就会产生记忆和空间定位功能的减退,从而导致老年痴呆。 解放军从第202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陈主任指出, 海马体虽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萎缩, 但通过合理的刺激与训练是完全可以缓解这一进程。 保留海马体的记忆功能。 海马体细胞受到某些刺激,突出会变得十分活跃, 这样海马体就会增大, 人的记忆力就会完好保存或增强, 从而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。 陈主任建议, 中老年人可尝试以下简单有效的方法, 生姜绿茶。 生姜中含有一种元素叫姜黄素。 这种元素对人身体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, 可以降低血糖, 保护血管内壁的健康,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除此之外, 生姜中的姜黄素还有着消炎抗氧化的作用, 心脏不太好的人一定要在菜中放一点才行。 除此之外, 姜黄素能延缓海马体的生理性萎缩, 对于老年人的认知障碍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 之前就有机构做过研究, 每天摄入定量的姜黄素, 这部分老人出现认知障碍的概率大幅降低了。 我们都知道, 随着年龄的增长, 很多老人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, 认知能力逐渐下降。 有时候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。 但是, 姜黄素就可以缓解这种症状。 研究人员将用老年痴呆迹象的实验对象 分别服用姜黄素补充剂和安慰剂两组。 18个月后, 发现那些服用姜黄素的人, 其认知能力提高了20%左右, 而服用安慰剂的并未有任何改变。 通过研究表明, 姜黄素的作用就是刺激脑原性神经, 营养因子的分泌。 这种分泌出来的激素就可以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了, 还能缓解抑郁。 所以, 对于老年人来讲, 生姜的确是个好东西。 滤茶中的多分类物质有增强海马体活性作用, 预防其萎缩。 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吧。 首先, 首先我们先准备小把茶叶。 茶叶的种类不同, 那么效果也有所不同, 你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叶。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用筷子轻轻地往一个方向搅拌。 由于茶叶在生长和炒制的过程中, 都会沾染不少的灰尘。 所以呢, 我们要将茶叶表面的灰尘清洗一下。 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。 茶叶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元素。 平时没事的时候饮上一杯, 对身体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好处。 清洗干净的茶叶, 现在将它控水捞出, 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生姜。 在选择生姜的时候, 尽量选择上面有泥土的生姜。 日常生活中, 生姜咱们主要是用来做调味品使用, 具有去腥增香的作用。 把生姜放入碗中, 加入清水。 食盐将生姜清洗干净。 生姜常年长在泥土里, 所以表面难免会有许多的杂质和一些难以去除的脏东西。 而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, 所以具有很强的摩擦力。 我们这样用食盐反反复复地摩擦揉搓, 很容易就把生姜表面的一些有害物质去掉。 有朋友可能会说, 既然生姜皮那么脏, 我们干嘛不直接用刀将外皮削掉呢?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,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。 因为生姜外皮是良性的, 生姜里面的生姜肉是热性的, 如果去皮再来使用, 很容易引起上火。 因此在使用生姜的时候, 连皮一起才是最好的。 生姜清洗干净之后, 将它切成姜末。 生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胡萝卜素, 营养价值十分丰富, 平时适量的食用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。 切好之后再用菜刀将它剁一下, 剁得越碎越好。 剁好之后装入碗中。 再把洗好的茶叶也加进来。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红糖。 红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 平时适量的食用对人体也是十分的有好处。 然后倒入烧到95度以上的开水浸泡。 开水的温度一定要达到95度以上, 这样呢, 生姜和茶叶的作用才会挥发出来。 倒好之后先不要去动它。 盖上一个盖子, 让茶水静置五分钟。 这样有助于茶叶加速泡发起来。 制作视频不易,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,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,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时间到之后, 打开盖子。 现在用勺子搅拌搅拌, 使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。 像这个样子, 茶就已经被泡发好了, 绿绿的看上去就非常诱人, 闻起来香味也特别浓郁。 咱们在搅拌的时候, 搅拌的时间稍微长一些, 多搅拌一会儿。 搅拌好之后,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, 或者是平时你用来喝茶的杯子都可以。 放上一个过滤网, 或者是比较密的漏勺。 通过漏勺, 把我们刚才搅拌好的生姜、 茶叶水倒出来。 将生姜和茶叶过滤掉。 过滤出来的生姜茶叶水呢, 我们就可以直接饮用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生姜茶叶水, 不仅喝起来特别的好喝, 而且对咱们人体有非常多的作用。 平时没事, 多喝这个生姜茶叶水, 对咱们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 放置不烫嘴就可以开始喝了。 做法非常简单, 没有任何难度, 人人都会做。 而且食材也非常简单, 每家每户都有。 生姜茶叶水长期坚持喝, 效果显著, 比吃十斤核桃还管用。 生姜和茶叶搭配在一起, 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最后提醒大家, 这个食聊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, 我是小影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 再见。 再见。 感谢观看